其实呢,它很简单,特别重要,这边点下去 有没有,大家跑一下,但是它基本上跑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什么呢?就是先把这个地方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先丢 count if 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把找到的资料做筛选 筛选里面筛选什么? 筛选里面的资料是一的部分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的资料copy到哪里? copy到这边来,然后清除掉 有没有,所以三个动作 一,先count if 全部 二,筛选 三,copy 过来 那做法特别漂亮哦 我已经把程式写得非常非常简单了 因为坊间的书籍一般是要我们用那个所谓的录制聚集来做 但录制聚集也可以 我在尾云端上有放,好多哦,程式至少快20行吧 但如果你用那个VBA直接写的话 程式大概只有三行一行五行就搞定了 而且应该都是你们有学过的 你们没有学过的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跨工作表 也就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现在是 我们要查询结果在这里 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在这里 所以它变成说,我的工作表 你要知道我的范围不在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而是另外一个工作表的另外一个地方哦 你一定要跟他讲 所以呢,必须要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工作表物件 OK,怎么做哦 首先的话第一个 写的方法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第一个,程式就是这样 我刚刚讲嘛 三行 一行 一行 OK了 有没有,这个是丢公式 跟之前写的差不多 只是多一个 叫做工作表的物件 那怎么做哦 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重新再来看 第一个我就给他一个名称好了 然后清楚 第一个,这个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写什么 丢公式嘛 丢什么公式 丢在哪里,丢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跨工作表 可以之后再写 先把你之前会写的话 先把它写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优标先切过来 然后看一下 我是什么 4i等于多少 4i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我这个三选先把它取消掉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OK 然后呢 到哪一列呢 其实可以从优标 从这边向下追踪嘛 所以前面讲过嘛 向下追踪还记得吧 Range 然后从A1好了 向下追踪的话 那就是点END AND Ctrl向下的意思 Ctrl向下 挖虎 向下的话是这个 XL down 点Row OK 就是追踪到之后 把底下那个列的列号 资料带到Row里面 那我就知道范围了 Next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公式丢到这里 丢哪个公式 丢这个公式 所以呢 我就直接怎么办 把这边的话呢 就是跟他讲说 哪个出圈格 Sales的 哪一列呢 BI列的 哪一栏呢 B栏 OK 应该都看得懂啊 只是说回去他自己打一下 OK 我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 所以我就自己再从敲一遍 不然的话我怕有一些东西 他也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变出来 其实每一行都不是背的吧 都是很直觉的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直接就看上面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写下一步就好了 我东西就写完了 然后再来什么 等于呢 把那个公式贴过来就可以 所以把这个公式把它什么 Ctrl C 然后呢 贴过来到这边贴上 那当然你会把黑名单好处就是他不用改 要改的应该是这个 把这个改成什么 双引号两个一到中间 And两个一到中间加一个I 把这个前后控开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就可以丢 但是问题哦 如果你看到Range 或者看到Sales 因为他都不在 因为我们家的游标是放这里 不是放这里 所以呢 一定是跨工作表 那以后如果你看到了Sales或Range 前面请你再加一个Sheets 哪一个工作表 Sheets哦 S H E T 挖胡之后的话 点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跟他讲哪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1也可以吧 第一个工作表 或者是说你可以给名称 叫查询名单 OK 查询名单 OK 那这个做好一个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Copy过来 到哪里到这边 贴上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第一阶段 OK 你可以乱乱看 假设我今天 这边把它砍做向下 删掉一下 然后我从这边执行 OK 这边执行看一下结果 他会不会过来 不过这个地方可能会跑比较 有了 OK 速度其实也还算蛮快的 但是做完之后的话还没结束 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输出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筛选 筛选的话要怎么做呢 其实筛选也蛮容易的 如果我切过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筛选的话 我先跑一遍 先跑完 那我要把E塞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需要学会的就是Range物件 哪个Range物件呢 这个Range 哪个范围呢 我们的范围是从Range 我先拿这个来call Range Range 那我要的范围 特别注意哦 是从A1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应该到B的多少 我刚刚 或者用追踪也可以啦 我先不追踪 我先抓它的那个 它那个范围 它这边会跳那个 Email信箱 假设1000 刚好1000 OK 如果说呢 我今天后面加1000 A1到B1000 那我要做筛选的话呢 你就是特别做Range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里面就会有个方法 叫做筛选 可是它英文 它英文的叫什么 叫Auto Filter 就这一个 OK 那它是一个 等于是我们上面的 资料上面的那个筛选 实际上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Auto Filter OK 那你这边的话呢 其实点下去 打一个AU 应该就出来 Auto Filter 那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给它 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了 它都英文的 第一个 它问你说 你要筛选的Fill Fill是哪一栏 给它数字 第几栏呢 我要筛应该是筛B栏吧 B栏就是2 所以输入2就可以了 到底 条件要什么 我的条件是 帮我把1的部分留下来 所以你就输入1 这样就OK了 那我就 帮我把那个 1的部分呢 帮我留下来 那可是问题 我把它筛选完之后 我看 我自信一下 他就把这个 可能还是要跑一下 有没有 筛选完之后1就留下来了 其实筛选 留下1的话 只要写这样 记得哦 其实蛮好记得 空一格哦 有没有 它其实后面会提示你 哪一栏 第二栏 那 逗点 那 criteria1 意思说 条件1 我要 帮我把1找出来 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第三 第三个步骤 就是什么 那我要把我要得到的东西 帮我抠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range 一样要在前面加序值 不过之后一定要再加了 这个工作表 的这个范围 筛选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Copy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拿刚刚这一行 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哦 我假设上面 栏外名字不要的话 你可以用A2 它避开第一列 A2 上面点什么呢 复制过去的话 那边就要 点Copy 就是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这个范围的资料 筛选完之后的范围 抠到哪里呢 你只要跟他讲一个Distination 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call到哪里 我要call到这里 这里是A1 对不对 其实你就打一个什么 range A1就可以了 那我要call到哪一个呢 call到A1 然后这个来call比较快 A1 帮我把它call到A1哦 OK 那记得在前面的来源 这个是前面来源 这个前面来源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前面这里的东西 OK 这个指的是什么 前面的东西 这一些东西 copy到哪一个呢 copy到这里 那后面的话 其实只要给range A1 为什么 因为将来我们 我们的按钮在这里 所以不需要跟他讲哪一个工作 自己不用讲 所以特别说这个range A1 前面不用加哪一个序字哦 当然你要加也可以啦 只是说家人我觉得反而会增加那个麻烦 OK 那这样的程式就写完了 我们来试一下 那理论上如果你把这样程式写完之后 最后还需要什么 还要一个删除 OK 我们把他先run一下 各位 所以我这边 这个先让他执行一下 看有没有漏写的 可能他最后要检查就是有没有工作表名称 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没问题 知心 OK 他就帮我先把这些的公式丢过去 然后做筛选 筛选完之后的话呢 就把资料call过来 有没有 结果好像多call了一些东西 拿一些B缆的 所以怎么办 其实可以改一下 把这个改成A就可以了 有没有 我们不用B缆嘛 刚刚B缆call因为那边有B 所以你可以呢 再把这个假设 其实有时候你要重塑很简单 这个VBA有个优点 它可以让城市倒车 删掉了 你再跑一次 F8 有没有 就OK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VBA在设计上面 这一点还蛮棒的 因为其他城市都不能倒车 跑过你还再跑一次 我觉得VBA在这一点 其实还蛮人性化的 只是说几个地方可能还是要特别小心 那刚刚写的这一段城市 云端上有放 其实不多 但是如果你假设能够理解 真的非常好用 最后清除的话 我是把它加一个colns 整栏清 当然你可以用range 点clearcontents 这个后面的话加一个 整栏就是colns A栏 整栏帮我点clearcontents 清楚 这样的话整栏就清楚了 最后加两个按钮 就大功告成了 OK 可能特别小心 刚刚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 在range 跟在sales 前面一律要加工作表名称 如果没有加的话 那就错乱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一段城市 也有在云端上面的黑名单筛选的第一期页 第三页的地方 OK 所以其实以后筛选复制过去 非常简单 OK 筛选一行 而且非常好用 筛选一行 复制的话也是一行 所以如果你会点copy方法 那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慢慢 就是抛弃你以前那个Ctrl-C、Ctrl-V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点copy方法 就是做完刚刚你做两件事 第一件是Ctrl-C、第二个是Ctrl-V 但是它只要一行就搞定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大量的资料复制在同一个工作表 其实跑个回圈配合.copy方法就搞定了 OK 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城市已经是精简在精简 已经是精简到已经是最精简的状态了 OK 城市应该不多吧 但是我觉得效用其实还蛮大的 甚至这边的这个方法可以改写在很多地方上面 方法就是你甚至可以把它改写成一个查询系统都可以 有没有 查询就是筛选 查询到的结果帮我把它复制到另外的地方去 其实也都是类似像这样的写出来的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